而县长林聪贤今天中午是前往金六节营区 探市慰问宜兰后备指挥部教育召集人员 并也制证加菜金 向教招人员官士兵表达敬意 为了表达对于教育召集人员训练的辛劳 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奉献 县长林聪贤今天中午特别前往探市 并且制证加菜金 表达慰问与敬意 我们现在两岸的情势跟国际的情势 以前我们一起人还是要有这种危机意识 所以自己的国家要自己顾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这种教育召集 或者是国家赋予给我们随时要做这种 平时我们正乡都是良民 有这个需要进到园区我们都是良兵 随时都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家园来宠户 所以在这边特别来跟各位来致县 另外县政府今年第二场大型侦才活动 明天将在县民大厅登场 县长也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教招人员 有越参加 高级的主办单位是宜兰县后备指挥部 教招人员共计有598人 从6月7日到13日规划7天的训练课程 借此达成及时动员及时作战的目标 宜兰新闻记载LINE福星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